在台湾的境外基金当中 虽然有许多都是叫做中国基金 但是内涵却是大大不同 当然左眼的风险跟标的也就不一样了 投资中国可以不用自己亲自动手选股 这让中国基金在台湾投资人的眼中 绝对是当红杂子鸡 根据投信投雇工会的最新统计 今年前三季境外股票型基金的晋升购 达到1854亿元 其中第一名是全球混合型基金 达到504亿元 第二名就是大中华基金达到400亿元 在挑选基金公司来讲 其实必须还是要看他的研究团队的阵容 够不够坚强 那最好他其实有没有在地化的研究团队 也就是说其实最好能够在中国 他其实也有所谓的一个分公司 虽然中国基金超过十几档 但是内涵可都有差别 即使在政策放光之后 还是有投资范围的差异 以及选股策略跟属性的差别 投资人可要睁大眼 QF的额度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这些 台湾我们买得到这些中国基金 他们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投资H股 其实因为A股10% 其实也没有办法投资多少 那更何况他们可能有些QF的 连额度都拿不到 大家还是会觉得说纯度高一点的会比较好 那就是他如果你看好中国长期的题材的话 其实纯度越高会比较好 历经金融的海啸 全球投资风潮再起 不变的是中国这个亮点 在海啸前跟海啸后 只有更耀眼的差别 中天新闻 红水妹王志仁 台北报道 地区 超顶 地区 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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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